RT新闻网,日本农业部周五暂停了对加拿大小麦的招标和销售,这是因为去年夏天在加拿大爱博塔城发现了含有转基因特征的鼓舞。 我们暂停加拿大小麦的招标和销售,直到我们确认日本购买的加拿大小麦不含转基因成分。 日本农业部的一名官员说,直到本世纪中叶,日本一直是加拿大小麦的最大马家,进口了数百万多。 根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,Segre在爱博塔省的一条乡村道路附近,发现了小麦经过除草剂喷发,并未被批准用于商业用途。 Xia周斯表示,他含有孟山都公司开发的一种转基因特性,能够抵约除草剂的围捕,原网页截图。 看看国外网友是怎么评论的,网友,Blue Booty太好了,如果你能让孟山都破产就更好了。 网友Chris Farquist,他是反人类罪,大规模的公民中毒是种族灭绝,公司应该被禁止并没收所有资产。 网友,D.Wilson,干得好,日本干得好,希望加拿大人禁止自己的小麦卖给本国人民,毒药就是毒药。 网友,Ben Franks Bailey说,没有植物对草甘粮的耐受性有关的食品,饲料或环境安全问题,一个狡猾就误到人的说法。 这些难度转基因生物上喷洒了大量的草甘粮,这肯定会造成食品、饲料和环境问题。 让我们看看孟山都敗而否认,以上是RT网站上网友对这条信息的评论,可以说是一边党的地质转基因粮食。 为什么国内还有那么多被蒙蔽了心智的人,在鼓吹转基因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